好,這一節節目開始我們來關心的是奧運 這一場巴黎奧運水上芭蕾又有創下了好成績 我們來看到在巴倫這天完成最後一個團體賽的項目了 最終是由中國隊士一總分來看到是996.1389拿下了金牌獎座 比拿下銀牌的美國隊士足足多出了達到81分左右的一個成績 創下了壓倒性的勝利 而這也是中國水上芭蕾隊成立其實已經非常久了41年來 首次的在奧運的賽事當中獲得金牌 賽後成績公佈了8名女孩 在畫面上看到真的是非常的感動相擁而泣 在最後一項的技巧自選比賽當中 他們選用的是生命之光為配樂 8人一體隨著音樂落下俐落的沉入水中 開始整套高難度動作的續起 他們在水池當中時而飛騰 拋接時而展現出了飽滿肌肉線條 最具感染力的動作最後也完成超越自我的挑戰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場比賽當中 這是場館內掌聲不絕於耳 我們看到這一次整體奧運比賽 其實有非常好的亮眼的成績 從潘展樂我們之前聊的100米自由市 奪金到後來全紅燦我們昨天討論的女子10公尺跳臺 一直到中國雪像芭蕾隊這一屆巴黎奧運委員的部分 您如何觀察有什麼比較讓你感到感動的地方 我看這些奧運的這些比賽 其實最讓我感動的就是四項比賽 一項就是潘展樂在100公尺的那種游泳的時候 我看著他那個50公尺回轉那一踢的時候 那個頭就已經比別人伸出很多 那個順暢沒看過真是太漂亮 麗一美的結合很令人感動 100公尺能夠跑出那個46點幾 那游泳是那個速度已經是不可思議的速度了 難怪其他人太為觀止 那第二個就是全紅燦 他可能是有史以來拿三斤年紀最輕的 那經歷過這麼短的時間就能夠有這麼好的成績 而且能夠吃得住這麼苦的訓練 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在被這個所謂的燕藥體檢搞個那麼多次 他還能夠維持心情這麼平靜 來面對這麼劇烈的挑戰 而且成績比第二名又超出那麼多 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這真的是個天才 而且又有非常可愛的一面 就是比賽完他只想娃娃還想吃飯 不像有一些成熟的一些語言 是非常可愛 非常令人感動 再來就是水上芭蕾 真漂亮 當然有人講說水上芭蕾就是俄羅斯 中國跟美國三個國家在競爭 其他國家大概 偶爾日本想要插一腳都很難插進去 那就是三個國家爭來爭去 有人就吐槽說因為俄羅斯沒有來所以你競爭 他總分比俄羅斯高啊 注意到你看看 他996比上次的俄羅斯還高一點點 還高一點點 當然因為不同場比賽的成績完全拿來比較也不公平 但是就表示我們可以跟俄羅斯競爭 那美國人這一次就輸得比較福氣 不然每次輸了美國話得多的不得了 這一次對中國水上芭蕾 讓美國人毫無說話的空間 因為實在是贏太多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這幾個人的利益美的表現 真的讓我嘆為觀止 那第四個就是林陽佩 那有時候救球 那球拍還可以臨時換呢 那個簡直是特技表演 而且連繫五十幾次的救球 那個速度真的是 嘆為觀止 所以這四場是最感動的奧運的比賽 是 好 同一個問題我們也請教網友 最令人你感動的是什麼點 這第一個問題 再來也可以網友留言來跟我們做分享 因為有其他的網友留言說 這一次的巴黎奧運之所以贏 是因為俄羅斯他沒有來參加 所以多金 你又怎麼看這一件事情 跟我們留言來做更多的互動 我們來持續關心這一場 中國的水上芭蕾隊 陳軍的時間 他的一些過去的歷程 成立時間在1983年 那他在1988年的時候 也曾經在漢城奧運首次的登台之後 2008年北京奧運 拿下了第一面奧運的獎牌 好 中國水上芭蕾隊在比賽當中 他們採用的技巧 包括了是托舉還有跳躍的技巧 練習過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有的隊員因此在練習的過程中 他的肋骨甚至鼻樑骨被砸斷 也有一些隊員是因為默契不足 和隊友不小心發生了相撞 導致整個下巴破裂噴血 而且縫了非常多針 我們剛剛也提到了水上芭蕾隊 他們陳軍時間已經達到41年了 41年都夢想要奪冠 在這41年當中有過受傷 想要突破自我 什麼東西是一直可以支持中國水上芭蕾隊 有這樣子一個堅定的信念 劉老師怎麼看 基本上什麼樣的一個原因支撐 中國水上芭蕾隊有這樣的信念 我覺得當然就是奪得金牌 這個當然是沒有懸念的 但就是說你看這一次的一個 中國水上芭蕾隊的一個奪金牌 它的一個分數還領先美國隊81分 所以呢你就沒有辦法說 中國這一次的一個奪金 是因為俄羅斯的一個缺席 我覺得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說 畢竟他贏美國的分數是非常非常顯著的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到就是說 中國水上芭蕾隊 它的整個的一個專業的一些技巧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 都多元的在支撐這一次奪金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原因 第一個來講的話就是說 水上芭蕾我坦白講 它一定是奧運裡面 非常困難跟複雜的一項運動 因為第一個來講的話 你要展現團隊精神 好第二個你要展現團隊的一個動作的一種協調性 不只是團隊動作的一個協調性 那你還要每一個選手 每一位選手 他可能會有相當程度的一些特殊性的一些技巧 或是一些特殊性的一些動作 這個動靜之間 要取得相當程度的一個完美的一個平衡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一個動作 意思也就是說 每個人的特殊點 你要在這整個的一個比賽過程中間 把它明顯的彰顯出來 但是呢你也要相當程度的去balance 整個團隊的一個動作的一種協調性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高難度的一個動作 那第三個來講的話就是呢 要選取適當的一些背景音樂 然後呢你的相關的一些動作 還要跟背景音樂的一個高潮起伏 能夠若和腐結的去進行完美的一個搭配 這個更是難上加難 那最後的一個點 我相信裁判也會非常重視 你這個整場的利與美之間的一種協調 跟利與美的一個展現 美麗的芭蕾舞的相關的一些動作 如何去展現 你在訓練過程中間 所累積的一個完美的肌肉的一個線條 所以呢 利與美的一個展現 我覺得也是 在平段這整個水上芭蕾 它是否能夠奪金的一個非常重要 相關的一些元素 所以我們才認為就是說 不管是從這整個團隊精神默契的一個展現 或者是爆發力 或者是一個耐力 或者是一個動靜 動靜姿態的一種平衡 去搭配這整個選舉的一些配樂 展現利與美 我覺得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或許都是 奧運裡面難度非常高的一項運動 謝謝劉老師 等一下我們也請紀文哥來跟我們分享 自己看奧運比較感動的部分 不過這確實這場上的爭議 一直都是圍繞在這個 有俄羅斯的部分 因為沒有來參加這一場奧運 那中國其實過去呢 在面對俄羅斯的部分 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三度只拿下了銀牌而已 但是呢 這一次中國大陸的表現非常的好 所以連美國的選手 這一位叫做盧烏 他都承認說 他怎麼說 當你看到他們在游泳的時候 他們就像機器一樣 這麼的乾淨 他說 我們想把他們其中的一些技巧融入在我們自己的游泳當中 好 面對現在還有俄羅斯沒有參賽的這個質疑 就有人說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大陸才可以奪冠 季文哥怎麼看 當然這個俄羅斯這次是沒有辦法參加 因此如果有俄羅斯參加的話會怎麼樣 我認為這個是不會有這個答案的 但我們看中國這個水上芭蕾這個團體這次的比賽 確實我認為是實至榮歸喔 尤其是這個富有很強節奏的音樂 搭配他們精確的這個動作 尤其是剛才有講到 他們的動作是獨創 比如說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雖然是水上芭蕾 但他這個有隊員 這個露出這個水面進行這個托舉 甚至空翻這種鏡頭 那我就感覺到哇這個配合要多麼的精確 而且下面要撐起他的人 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這是要經過長期的訓練 精準的這個動作 還有良好的默契才可以完成 難怪他們在整個訓練 就不斷經濟的過程 會不斷的有人受傷 要付出很大訓練代價 也因此我認為 誠如美國游泳隊員所承認 確實這次中國隊的表現 有很多值得他們效仿 很多動作未來 也可以融入他們未來的動作裡面 我認為這個是這樣的一個讚美 應該是算蠻專業的 至於說這次奧運 我認為對我來講最感動的 我認為就是第一個是 這個男子這個乒乓球冠軍 南丹冠軍 樊振東他本人這個歷程裡面 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尤其是要搶四強和日本的那位選手 張本志和那一次 他本來絕對的劣勢 然後能反敗為勝 這個要多強大的心理素質 剛才講到全宏禪 全宏禪他本身是一個小孩 我們看到奧運一些花絮裡面 他的背包後面充滿著烏灰玩偶 也使他本身是一個小孩 只是他專注於運動 而且他附著很大的這個時間和訓練 地緣政治 內徵之爭 戰略價值 償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 全球觀點